每到凌晨三点 外面就会传来类似电话播号的声音 她每天晚上都会被这恐怖的声音吓得睡不着觉 随后她拿出了录的视频 这声音果然听着恐怖诡异 一开始小姐姐还以为是自己家的电话 可后来对比了一下 声音却不大相同 节目组也很好奇 决定今晚好好听听看 经过漫长的等待 时间来到了凌晨三点 声音果然如鱼而至 时间也卡得正好 这样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此时他们的表情就像你手机里的第六个 然而电话都是关的 那么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二天 他们在可疑的区域放置了摄像头 到了凌晨三点 可怕的播号声又开始了 然而他们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大家都感到毛骨悚然 节目组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 通过解析得出了一串数字 但却不是电话号码 并且他们的声音频率都是一样的 专家说这肯定是某种机器传出的噪音 回去以后经过细心的观察 节目组锁定了村部的喇叭 经过测试 声音果然是从这个喇叭传出来的 可此时村部里却是空荡荡的 一个人都没有 那是谁放出的声音呢 村长说这个喇叭已经很久没有用了 而且村部的钥匙只有他一个人有 不可能会有其他人使用 那会不会是机器坏了呢 维修员经过很长时间的寻找 终于找到了原因 原来这个播号声是一个传感器的信号 正常是听不到声音的 碰巧放大器故障了 声音就被放大了出来 至此终于真相大白了 又是虚净一场 喇叭也修好了 这回小姐姐和村民都可以睡个好觉了 但这边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大吉